准备一把红薯粉条用开水烫20分钟 包菜从中间切开 把包菜切成丝 清水里面加入一勺盐 包菜放进去泡一下 包菜清洗干净之后控一下水分 把红菜条切丝备用 大蒜和生姜切成末备用 泡好的粉条从中间切开 锅里加油烧热 油热加入蒜末姜末炒香 放入红辣椒 包菜 翻炒一分钟后加入粉条 为止鲜 盐 一点点酱油 继续翻炒 炒至包菜变软 最后加入小葱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双盘了 包菜和粉条的这种做法非常简单 开胃又下饭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小新 下期见